哈喽啊,我是清风大姐,就当你了 今天介绍一部把人变成马人 提高劳动力的电影《抱歉打扰》 小黑和女朋友住在叔叔家的车库里 女朋友是个热衷批判社会现实 为底层人民发声的女愤青 小黑急于找到工作 于是伪造了奖状和奖杯 来电话销售公司面试 结果被老板无情拆穿 但没想到老板说你根本用不着这些 我们公司只要你来应聘就会招你 因为公司采用的是提成制 推销不出东西就没钱拿 于是小黑的好哥们和女友都来加入了这家公司 公司有几千名员工 分布在公司大厦的每一层楼里 男主管说只要表现突出 就可以升级到楼上做超级销售员 但小黑没做过推销 按照公司印制的剧本 向客户推销书籍根本卖不出去 这让小黑很沮丧 小黑还在公司认识了一位亚裔小伙 亚裔小伙劝说小黑和女友还有好哥们 跟他一起搞罢工 让公司加薪 说公司太黑 薪水太低 都不够人活的 于是小黑三人同意加入 但小黑依旧一单生意也没做成 正在他屡屡受挫时 旁边的一位大爷对他说 你这样唯唯诺诺的推销是不行的 你要用白人口音推销 小黑问啥是白人口音 老大爷说 就是那种略带鼻音 自信满满 口气轻松 表现得像自己根本不需要这笔生意 打完电话就要开着自己的法拉利下班了一样 然后还给小黑做示范 于是聪明的小黑领悟了其中精髓 之后他用信心满满的白人口音进行推销 屡屡得手 小黑异常兴奋 男主管和经理也是激动的不得了 认为小黑绝对是个营销天才 之后亚裔小伙偷偷联合了本楼层和其他楼层的员工 在电话高峰期进行20分钟罢工 虽然小黑工作成绩斐然 但是他也参与了罢工 于是罢工开始 经理和男女主管将每个人叫到办公室沟通 有的被当场开除 但他们却让小黑晋升为超级销售员 小黑懵了 但也非常高兴的接受了这个职位 毕竟是靠自己的努力当上的超级销售员 他第一次坐专用电梯到超级销售员楼层 独眼主管给他介绍说 他们推销军火 能将美国军火推销到其他国家 也能推销人力 主要为各个公司推销无优公司的廉价劳动力 无优公司拥有数百万员工 给工人提供吃穿住 但没有工资 签的是终生劳务合同 就相当于卖身了 每天干着高强度的工作 就是个血汗工厂 很多人举行游行 抗议无优公司 小黑的女友就是其中的一员 但无优公司背景深厚 根本搬不倒他 独眼主管给了小黑一份绝密资料 是一个全球手机工厂的大佬的资料 要他向这位手机大佬 推销无优公司的廉价劳动力 但小黑觉得这种事丧尽天良 但主管给他看了看佣金 在巨额提成面前 小黑还是答应了 转天上班时 亚裔小伙和好哥们 包括老大爷等人 让他一起罢工 但小黑拒绝了 他的理由是 我是超级销售员了 我的提成很高 不用罢工了 好哥们说他出卖了大家 但小黑说 我没出卖你们 我现在的成功 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 小黑来到公司后 开始给手机大佬打电话 使劲夸了他一通 说无优公司的劳动力 比任何国家的廉价劳动力 还廉价 还有效率 能用一半的成本 造出两倍的手机 最后凭借三寸不烂之蛇 拿下了这单大生意 大家都为小黑庆祝 独眼主管直夸小黑 是天才中的天才 小黑跟独眼主管说 自己手头紧 想预支点佣金 结果小黑拿到一大笔钱 先给了叔叔一笔钱 让叔叔还完整个房子的贷款 叔叔超级激动 接着他又买了辆高档轿车 去接在街头搞行为艺术的女朋友 两人可劲的一顿缠绵 很快小黑就住进了大房子 生活一下子富足起来 走上了他的人生巅峰 但压抑小伙 依旧领导罢工 并堵住公司大门 安保们通过暴力 每天护送超级销售员 表示不满 说小黑是公贼 抛弃了朋友们 小黑说我是超级销售员 待遇非常好 为什么要罢工呢 不然你怎么能住进这么好的房子 女友说 你推销无忧公司的奴隶劳动力 你这是道德败坏 你要是再去上班 咱俩就分手 但小黑依旧在安保护送下 穿越罢工人群去上班 他推销无忧公司的廉价劳动力 屡屡得手 业绩斐然 无忧公司的老总 邀请他去参加私人派对 并对他很重视 还邀请他到办公室 谈一项重大合作 小黑来到办公室 无忧老总让他先洗点毒品 嗨一下 然后打开视频 给他讲合作项目 但小黑憋不住了要上厕所 无忧老总说 翠绿色的门是厕所 结果小黑进了橄榄绿的门 打开门就看到了几个码头怪物 吓得小黑尿了裤子 无忧老总拿枪 将他带回办公室 开始给他解释是怎么回事 原来无忧公司 还嫌压榨劳动力不够彻底 就研发了一个残忍的科研项目 将人变成马人 马人力气大 一个顶十个干活 这样无忧公司的利润就能爆炸 而变成马人的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用鼻子吸些粉末药物即可 小黑听了毛骨悚然 大声质问无忧老总 刚才给自己吸的 是不是变马人的粉末 无忧老总说 我给你吸的是超纯毒品 不是药物 无忧老总说 他会将数百万工人变成马人 这样就需要有个领袖 安插到马人中间 成立工会 领导他们 假装跟公司对抗争取权益 实际上是为了帮公司 更好地控制他们 但小黑坚决不同意变马人 无忧老总说 我给你一亿美元 你只要工作五年 五年后 我们给你一种解毒血清 你立刻就能变回来 他让小黑回去 好好考虑考虑 小黑总算认识到资本家的贪婪和无底线 他去找女朋友 而女朋友的手机 收到了小黑发来的马人的视频 原来小黑的手机掉在地上 那些马人打开拍摄 然后将拍到的内容 发给了小黑女朋友 于是小黑上电视将视频曝光 但没想到的是曝光后 却让无忧公司股票大涨 股东们都非常喜欢这项计划 无忧老总和国会议员欢呼庆祝 我了个去 别说没底线了 连底库都没了 于是小黑去找亚裔小伙和好哥们道歉 决定跟他们一起罢工 他还根据手机拍摄到的视频 看到了无忧公司员工输入的密码 他凭密码进入无忧公司 将马人放了出来 但罢工时 电话销售公司 却派来了大批安保对示威者暴力殴打 还将小黑抓了起来 反正也没人管 他们开着车追捕罢工者 眼看着罢工失败 突然马人们出现 掀翻汽车 对安保们一顿胖揍 最终马人救出小黑 他们达成联盟 一起对抗无忧公司和电话营销公司 最后小黑将豪车送给了好哥们 然后和女友回到了车库里 他感觉这样生活心里才自在 但却万万没想到 某天他竟然变成了马人 原来无忧老总忽悠了他 他气急败坏 跑到无忧老总家里 要干掉他 全剧中 如果保证你能变回人类 你愿意体验一下 变成马人吗 我倒是想体验一下 因为马人的 好了我要去做饭了 孤朵白 下次见 有猴